秦美術館的草地上四周除了高樓外 還出現了超大型的牛奶盒 有的似曾相似,有的大開眼界 而在牛奶盒旁印上的營養標示 更會讓你會心一笑 這些作品有個主題就叫做少一味特調飲料吧 在時間戶外的展間本來就是秦美術館的一個特色 我們在藝術季的時候特別把它顛覆起來 做成大罐的牛奶罐 那少一味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大家都有這個經驗 然後到很熱很熱的時候到便利商店裡面去 然後看到上百種的飲料 卻不知道要買哪一罐 所以我們這次就找十個台灣頂尖的設計師 然後來創造一個新的口味 為了這個夏天 所以它有一些意識形態的 也是一個和平的空氣 也是一個特別的經歷 這個創意展是秦美蒲真文化藝術基金會 所舉辦的夏日藝術季的開場 十個設計師和設計團隊 在巨大的牛奶盒上絞進腦汁 有的反奉生活和時事 有的抒發夏日心情 每一件作品都是絕佳的文案包裝 讓民眾直呼實在是太有創意了 我最喜歡這個 因為它就是笑笑的 然後來到這邊就是整個感覺 是很colorful 然後很清涼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玩的 就很多大型的飲料館 然後像那個 就我原本以為它是保礦粒水的 有它上面還有寫說什麼 用汗水正行水 然後解生活的課 很好玩 是我們用整個街區當作一個舞台 我們這次很快有19個大型的戶外裝置 7個室內的展覽 所以其實來這邊是一個比較生活的方式 在這邊散步的同時 可以感受到藝文的一些氛圍 為期兩個月的活動 即將會串聯附近的店家和藝術空間 安排了19個大型藝術裝置 和300場的講座活動 希望藝術融入生活 讓草物道商圈有個嶄新不同的面貌 記者的講座活動 慘到